今日赵丽颖被任命为某国际品牌中国剧品牌大使 作为该国际品牌的新晋大使 赵丽颖在众女星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品牌代言人 也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 同时一些网友们对赵丽颖是否能担任时尚品牌代言人也提出了质疑 9月28日赵丽颖经纪人引用了李铃铛 迪奥请赵丽颖你以为是时尚事件就错了 活脱脱一个中国梦宣传片来回应网上的争议 李铃一开始就长着时尚精脸的明星赵丽颖身上有一个在路上的过程 她向当下中国大多数靠自己的年轻女性 是自我奋斗才到达今天的地位 没有背景没有空降没有天生好运一炮而红 赵丽颖是摸爬滚打走到今天 站到她这个年龄的顶端 她代表的是灰姑娘打通关晋级 是普通女孩的成长 完全靠自己勤勤恳恳的走过来 这是一个中国时代女性的故事 设限给每一个拼搏着的大城小镇里的女性 扎扎实实触手可及的中国梦 银子李铃铛 迪奥请赵丽颖你以为是时尚事件就错了 活脱脱一个中国梦宣传片 因为我们的役 bot只在意rapal 并不稳依赚 손 感谢观看